阿明 今天就麻烦你跑一趟了 麻烦什么 都是邻居 你等着我去拿钥匙 拿什么钥匙 你这是要干嘛 倩倩是这样的 昨天我和阿明已经说好了 让她用车送我婆婆去医院一趟 她是不行哦 美丽 今天我们自己也要用车呀 可是我昨天已经和阿明 阿明 倩倩 你们今天真的要用车 那我们自己想办法 说吧 都几十岁的人了 搞得连车都没有 整天就知道麻烦别人 好像搞得是别人欠他似的 就这个车你醉吗 怎么不醉啊 婆婆 本来我昨天已经和阿明说好了 可是现在 婆婆都怪我没本事 现在家家户户都买车了 就我们家还买不起车 没事美丽 人家帮你是勤奋 不帮是本分 明年我们自己好好努力 争取明年我们自己也买个车 嗯 婆婆 那你回家等我 我去找张哥再问一下好 好 张哥 你在插车呀 水利亚 什么事啊 你有空吗 我想让你帮我 送我婆婆去医院一趟 我是有空的 这个车我老夫等会要用 哦 那就不麻烦你了 记得下次用车提前跟我说 哦 好的 哎 张哥 刚刚美妮叫你干嘛呀 她张哥说她婆婆去医院一趟 那你答应啦 肯定没有啊 你不要借给她 瞧瞧那穷酸烟啊 恐怕连油都给你加不起啊 是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没力 你怎么了 没事 我就是想借个车 送我婆婆去医院看一下 我没借到车了 我以为多大事呢 别急 我送你婆婆去医院 真的啊 那谢谢你了阿兵 没事 跟我走吧 嗯 婆婆 美丽 车见到了吗 嗯 阿兵送我们去 她在村口等我们啊 好 那我们走吧 嗯 走 赶紧走 嗯 美丽啊 倩倩你来了 你吃饭了没有啊 吃饭了 这不我家那老母猪前几天不是下载了吗 我特地过来 请你过去庆祝一下 之前你家老母猪下载不是办过一次了吗 对啊 这不我家另外一头老母猪又下载了呀 你一定要来哦 美丽啊 冰冰你也来了啊 什么事啊 我来请你喝喜酒呀 你家又有喜事了 你家孩子上幼儿园不是刚办过吗 这次是乔迁 哎呀 你买新房了 没有啊 那也没听说你家盖房子呀 那不 我在东屋住腻了 我搬到西屋去住住啊 那你哪天从西屋搬回东屋住 是不是还得再办一次啊 哎呀 那倒不用了 就再一起办了 再办一次嘛 我怕左邻右舍说闲话 你还怕人家说闲话呀 千年家老母猪下载 给我发了一个请帖 你们动物办到西屋住 那又给我发个请帖 你们呀 也正想得出来 美丽 小姐 你家又有什么启示啊 这不 我家今天来客人了 凳子不够做 来你家借几个凳子 哦 借凳子呀 哦 你看这些够吗 这些你拿去吧 哦 够了够了 那我就先走了 谢谢 哦 别着急走啊 既然来了我的你也先拿着吧 还有我的 你的香味 也许已经枯萎 你当时候一定要来哦 来哦 美丽耶 你当时候也一定要来哦 就是你人物来 你一定要到哦 如果爱不将为心碎 我们的钱又不是大份官来的 就你们这个办喜酒的频率啊 我们挣的钱 都不够给你们包和包的呢 倩倩 你家上次老母猪下载 你办一次喜酒 搁个厕所 你又要办一次喜酒 现在 另一头老母猪下载 你又要办一次喜酒 你好意思吗你 还有你彬彬啊 你考一个驾照 从科目一搬到科目四 你一共搬了四次喜酒 这一次 你从东屋搬到西屋 你又要办喜酒 你怎么这么好意思呢啊 我们办又怎么了 有本事你也办呀 又没人不让你办 就是就是 真好呀 我刚想跟你们说呢 这个月我们家也有三个喜酒 你们家能用什么喜事呀 就是 我们家包买了一个电瓶车 猪倩也要瞧欠一下 老母猪也下蛋了 刚好三个喜酒 你 你 你们是不是抢钱抢风了呀 这个酒我不喝啊 这个酒我也不喝 你们哪 还嫩了点 婆婆还是你厉害 对付他们呀 你要硬气一点 不然觉得你好欺负 就天天欺负你 嗯 婆婆我知道了 我没有想要你 我都没想要你 我都没想要你 感谢观看